记录健康 卫生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近十几年来乳癌高均女性癌症发生率的首位 平均每26个人就有一个人得到乳癌 而且它的发生率近年来更有逐年攀升的趋势 到底乳癌应该要如何预防治疗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探讨乳癌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 一般外科主任 庄振荣庄主任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联合报医药组记者张建復 家芳好 各位观众好 其实提到这个乳癌呢 很多女性都非常的关心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国内乳癌的发生率 以哪一个年龄层最高呢 第一个是40到44岁 第二个是45到49岁 第三个是50到54岁 我们先来问Jesse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应该是1吧 因为最近广告很多都是30到40岁 所以应该是最接近1的 是 苏梅呢 我特别是2 45到49岁 所以主任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因为这是统计 统计的话就是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不对的 统计是答案是2 45到49岁 还是国内以这一段最多嘛 对 那其实这跟国外很不一样 国外大概是55岁 所以我们的零零层事实上少人家10岁 所以就等于是国外比我们晚10年才发生嘛 其实提到这个乳癌大家就很好奇说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乳癌就是癌症的一种 只是说因为是在女生的第二复性症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大家对它非常注意 癌症它的通力都是这样 都是多重因子 没有办法讲说哪一个是唯一的因子 那一般我们出分成三个 第一个就是基因 很多交出死的问题和基因 第二个是所谓的社会的工作压力 那再一个所谓的不知名的 有些不知名也会这样 就是说没有一个原因的 这个人都非常好 可是他就得乳癌了 其实树美 你的朋友也有得到乳癌的经验 对 他的情况怎么样 我的朋友是到大前年的时候 他才发现有乳癌的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本身并不去注意 他只认为有硬块 然后他摸起来的时候 可能他认为是可能长痘子 他本身是不在 没有在注重 以身体来检查身体都没有 直到后来他摸起来有点痛 因为他有硬块 很大片 然后他有流出 那个乳头的时候流汁 就是因为有点汁出来 他才觉得情况不太对 然后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才知道他是第三期 那现在是已经有切除了 他在做化疗 那目前他情况是还好 只要定期追踪 检查就OK 所以主任像素美朋友 这种情况在您门诊当中 是不是很多 其实女生害羞的还是不少 所以乳癌变成第三期的 确实还是有很多个案出来 就通常像他刚提到 会流脂这一些 等到第三期才发现 其实事实上是对自己般不照顾的 但是从前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工作压力大 你叫他去看病 他可能没时间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还是 因为他不痛 有些乳癌一开始就不痛 只是出现一个肿块在那边 他认为得过且过 等到后来像有些人会流血 那才会来看医生 不可受死 所以主任其实这边也有帮我们 带来一个您的门诊的一个案例 他的情况也是 肿到不行了 对 其实这个案例 跟我们现场来宾的 朋友的案例很像 这个其实表现型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断层扫描的片子 这是很切片 这左右应该对称的 你看这一边的乳房 厚度不是很厚 对 也是界限很清楚 你看这边都已经长出来了 凸出来 对 凸出来 凸到皮肤外面 乃之一往里面吃到 快要到胸阔上去 那这个多大 这个10公分左右到12公分 所以上次很大 像他这个 例如说癌细胞已经这么大 然后吃到里面又凸出来 他的胸部也会变大吗 对 所以但是他还是没有感觉 他不觉得痛 他困扰他的就是会有些肾血 所以他就用纱布盖着 纱布盖着 每天工作 还是每天操劳一些生意的事情 所以乳癌本身 百分之90以上都不痛 只有肿瘤表现而已 所以这个会使得很多人 我们以前对疾病的观念很不一样 我们认为生病就怎么会痛 会痛 不痛 好像就不是 所以在这个两 在所谓我们这个时代的台北市 还是有出现这种案例 代表一个意思 代表说其实很多人还是就避暑 很避暑 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说 先生也要关心一下太太 碰到这个情况 其实先生应该要提醒 鼓励他赶快去看医生 不要再拖了 对 当然我们 我相信我们想要来 做医生的想要来这次上节目 其实最主要是看到了这种案例 比较后期的时候 也是治疗的成功 也是有成功 但是问题辛苦 相对辛苦 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 其实他可以更早就发现 他可能更轻松 对家人更有保障 这是我们出来的 比较初衷的情况 其实提到乳癌 很多人的观念就觉得说 女生才会得乳癌 其实男生也会有副个 没错 刚刚提到说 女性的癌症 这个发生率第一名是乳癌 那大家都把这个集中注意力发生 认为说女性得乳癌 是一个等号 但是同样的 男性也会得乳癌 那根据统计 大概每十万分之一 就有一名 这个男性也会得乳癌 他的发生率大概是这样 那他听这个专业医师 跟我提到说 他的这个症状 其实男性乳癌 跟女性乳癌的症状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男性的这个 胸部的这个乳房 比较这个薄一点 所以说他会马上出现 他会觉得怪怪的 他会觉得怪怪的 他可能一摸 就会觉得怪怪的 那他的治疗 还有他的这个预后 他的级别 是跟女性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男性得了乳癌 要赶快去就医 所以其实刚刚主任 又提到就是 大部分的乳癌 一开始都不会痛 但是我们门诊当中 又有遇到就是 他其实是一种红种 表现得有点像是 蜂窝性组织炎的一种情况 对 其实只要是人 只要是有乳房组织 都可能会产生乳癌 所以男生女生都一样会得 只是说 女生得的机会比较大 男生得的机会比较少 原因是因为男生的 女性和房比较少 所以这个统计上 事实上有意义就是说 大概100个乳癌里面 大概只有一个 或者小于一个 是男生引起的 所以一般我们很不注意它 但是男性乳癌 前面我们的副哥讲了 虽然说男生的胸部比较小 可能比较早发现 但是相对的 因为男生后面就马上 是碰到了胸阔 所以它本身虽然小 就比较起别更晚 所以男生的乳癌 是大好大坏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红色的边缘 是非常的清楚 大家都会认为说 那是发炎 是消炎药就可以了 但是在乳房 在这个案例上 这个我们叫做 风干扶极皮 就好像是一个 橘子皮一样的 你看它这个 红色的部分的皮肤 跟它原先白色的皮肤 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所谓的粗粗 一粒一粒的感觉 一粒一粒的 对 那这个案例 我们一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的乳癌 那乳癌有分好几种形式 其中这种形式是 我们医生觉得最 印象最深刻的 我们叫做所谓的 发炎性的乳癌 它实际上看起来像发炎 可是它是个乳癌 并不是真的 靠生素可以解决得掉 那我们这边的 断层扫描片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两边对称 结果实际上是不对称 你看 这边的乳房 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已经有部分 要吃到这个胸阔上去 所以这个也是第三期 的乳癌 那我们乳癌 还有其他哪一些的 这个警讯或是症状 其实 乳癌现在台湾 因为越来越多 而且大家都知道 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 我们以前讲是说 如果你小于30岁 我们不想乳癌 我们现在已经有碰到 所谓的19岁 得乳癌的病友 19岁 19岁 所以代表一个意思就是说 以前是认为 年龄层就可以 七分出乳癌的情况 但是现在几乎是从 从青春期一直到 90岁 95岁的人 都有可能会得乳癌 所以这个年龄层 是非常大的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乳癌它初期都没症状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发现到是 如果是最早期的乳癌 跟初期的乳癌 跟晚期乳癌 其实它治疗方式都不一样 乃至于它的医候也都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希望的不是早乳癌而已 是早期乳癌 那早期乳癌其实都没有症状 所以以前我们会请大家 所谓六分钟复医生 以前所谓的三点不肉 现在慢慢地发现到 另外两点好像不再强调了 其实并不是说另外两点不重要 所谓的摸乳房那两点不重要 而是说当我们摸得到的时候 或者病人或者病友摸到的时候 通常它已经是乳癌第二期 大概大于两公分 所以这不是我们所想要乐见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推的是说 它初期既然没有症状 所以筛检是很重要 筛检很重要 我们的两个重要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乳房摄影 第二个就是乳房超咽坡 因为现在已经有19岁 都会得乳癌了 所以20岁得乳癌 事实上也越来越不少 30岁是更多 所以事实上我们虽然不建议 一定马上做乳房摄影 但是我们觉得说 到一般外科门诊 或者乳房外科门诊 做乳房超咽坡的筛检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胸部比较大的人 是不是比较容易罹患乳癌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告诉您 这就是诚的重色 再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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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